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166集由于阳为您播讲 给韩刚李信倒过茶,和四转手也给李小六倒了一杯热茶,面面俱到做得很是会做生意 只是这个小小的客栈实在是残破了一点,就连茶也是寡淡得很,跟白水没有两样 但用来暖身,已经够了,穿得再保暖,顶着风雪中走了两个时辰,韩刚三人都冻得够呛 端起茶水,韩刚双手握着杯子,从瓷杯中透出的热力,温暖着冻得发木的手掌 李信、李小六都喝了几口,脸色顿时好了许多 和四吩咐了小九,把三人服饰好,就往厨房跑去 体恤着一路来的奔波劳累,韩刚让李小六也坐了下来 三人今天都累到了,一时没有心里说话 安安静静的一口一口喝着茶 方才被他们惊扰到的其他客人,收回了好奇的目光,回到了自己的桌上 安静的厅中一脚,格林的两桌军汉的声音响亮了起来 都渔什么时候醒,现在该五十了吧 都渔被那翻狗害得够呛,这几天他忙得连个安稳觉都没有睡好 你还真是能安得下心,明天要是不能赶到京兆府,可是要受军阀的 马都抢了,还要动军阀,欺负人也没有这么欺负的 前面的京略相公没把俺们当人看,现在的宣府相公把俺们当狗看 现在翻狗都踩到俺们头上了,日谈鸟的,连后娘养的都不如啊 俺们他娘的,就是狗娘养的 哼的一声响,不知是谁用力捶了一下桌子 杯盘钉了光朗的掉了一地 韩刚随身转头瞥了一眼,只见几个军汉脸上尽是愤愤不平的恨意 李信本是默默的喝着热茶,听到这里便抬起头,低声问着韩刚 广瑞 韩刚点了点头 前段时间,为了增强麾下番旗的战斗力 环清路广瑞军的战马被韩将硬指夺了去,交给了番人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连谷卫这边几只旗军的指挥使都跑来安抚司打探消息 生怕王韶高尊玉有样学样 不过韩将自夺了广瑞军的战马之后,就没有传出进一步的消息 也没有听说他在夺其他旗军的战马 韩刚估计韩将也是知道错了 只是做出来的事已经难以挽回 从番人那里夺回战马,交回广瑞军 结果也只会更差,只能将错就错的下去 但这梁子可就结下了 听着这几个广瑞军士兵的言谈,的确是怨气深重 因为李富贵枉杀大将之事 环清路的军心已经被伤得很厉害 即便已经换了一个经略时,也没有用处 而韩将的作为更是雪上加霜 前段时间听说此事时,就算是高尊玉也都在说 换作是蜀忠,说不定就要起兵变了 因为送出灭属时留下的血债太多 自此之后,天下各路民乱兵变的次数便是属地为罪 王小波、李顺等人就不必提了 属中甚至还有军队,因为配发的军服不如人 士族愤恨不平,而启示叛乱的 不过,这跟秦峰路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四川是四川,陕西是陕西,西军闹兵变的几率并不大 韩刚听着有些躁耳,只想着早点吃完饭,安排了房间去休息 和四和小九跑进跑出,手脚麻利地端来了韭菜 韩刚并没有点菜,都是他们自己上的 牛肉有禁令,猪肉则被视为灼肉 宫中一点不沾,富贵和官宦人家吃的也少 这种路边小店能拿得出手的除了羊肉就是驴肉 再加点过冬的咸菜和白菜,也就没有别的菜数 而端到韩刚桌上的便是一盘子驴肉,一盘子羊肉 都是选的上好的驴肉,还有三大碗羊杂碎汤 还有两壶刚刚烫过的热酒 方才喝了这间小店的茶水,韩刚对这里的韭菜并没有什么期待 不过出乎他的意料,酒也好肉也好都比想象的要出色 尤其是酒没有兑一点水,而且是筛过了 倒在杯中清亮澄澈,酒香四溢 喝进肚里,感觉不比河汁,梅寿之流的明酒差 一杯下肚,连李信也都点着头,赞着韭菜的味道 砰的一声响,从韩刚的身后传来 一个粗壮的君汉一拳锤在桌上,冲着河四吼道 你是狗才,倒长了一对势力眼 端给几个鸟,或者都是好酒 给爷爷的酒,却能淡出鸟来 嫌爷爷没钱付账是不是 河四脸色变了,连忙摇着手 客官,你这可是冤枉 但那君汉却无意听河四解释 手一伸就把他扯了过去 脸对脸的瞪着河四 醋拨大小的拳头举了起来 冤枉什么? 爷爷好说话,但这拳头可不好说话 还不给爷爷拿着跟几个鸟人桌上一样的酒来 河四给别人的酒中掺水,这是自作的孽 但被人骂到了头上,李信便脸色一板握紧了拳头 正要站起来,可韩刚却一下压住了他的手 韩刚看跳起来的君汉横眉竖眼的样子 摆明了就是喝醉了的兵癖 其他人应该也差不多 前面他们还都坐在一起抱怨 若是跟他们起了冲突 他们秉着同仇敌忾之气一起上来动手 不是不可能 出门在外,凡事需先避让三分 眼下地方不对 韩刚绝不想跟这些兵癖较劲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反正他有的是把面子找回来的机会和手段 韩刚笑了笑正要说话 一声怒吓,猛然响起 林贵,你做什么 寻声望过去 却见一个中年君汉站在通往后院的小门处 多余 被换作林贵的大汉惊叫着 连忙松开了手 何似幸运脱身 就手捂着喉咙 弯腰咳嗽起来 中年君汉大步走了过来 两桌的赤佬便呼啦啦的全都站起身 看起来很有些威望的模样 他大概三十多岁 壮硕的身材看起来鹦鹉飞长 他几句话问名是由 便转过来向韩刚做一道歉 说起话来是文文有礼 在下宾宁广瑞军都与侯 吴奎 我这几位兄弟性子莽壮 不和冲撞兄台 还望兄台大人大量 不要与他们计较 多余 林贵还想争辩 吴奎回头瞪了一眼 你闭嘴 看你们闹的 宾州 宁州 都是环庆路辖下 果然正是被夺了战马的广瑞军 韩刚 微微浅笑 面子是互相给的 吴奎低头 他这边也得给人台阶下 酒后失言 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既然几位都觉得我这酒好 那我就请各位喝两杯好了 殿下 再取几滩酒来都算在我的账上 吴奎是个疏阔的性子 也没有发现韩刚 在他报了身份之后 仍旧安然坐着有喝不妥 见韩刚坐势爽快 他大笑着 拉了张椅子过来 就要跟韩刚说话 不过这个时候 大门又被敲响 哐哐的像是有人在踹门 何四忙不迭的跑过去开门 门一开 随着风雪 一下子涌进七八个军汉 他们可不像韩刚进来的时候 那么安分 领头的一人 先一脚踢开挡路的河四 站在厅中高声道 我家将军 今天要住店 里面的人把房间 统统都给我让出来 狂妄的话语 惹起了一阵骚动 只是从大门处 又进来十几个人 围着一个近七尺高的大汉 看得大汉相貌 是个标准的藩人 可庄术却是个有官身的武尘 吴魁一下子变了脸色 滴滴横声叫着 王文亮 王文亮 韩刚心中一动 这好像就是夺了广瑞军战马的 藩将的名字 王文亮进来之后 视线在厅中扫过 看到吴魁便一下定住 转眼就又笑了起来 这不是无毒瑜吗 事都办完了 吴魁脸色彻底沉了下去 咬着牙 两边的腮肉绷紧 本官要回禀公事 要么是王精略 要么是韩宣复 轮不到你这番人来说话 你这张嘴还真硬啊 王文亮 撕着牙音笑着 宣复相公 可是对俺言听计从 俺要是说 这里面全是北面的细作 宣复相公 就能把他们的头 全都砍了 厅中的客人文言 都惊怒的叫起 也有心思灵活的 就准备掏钱买平安了 是吗 冷册的声音 从吴魁身后传来 本官倒不觉得 你有这能耐 王文亮正得意 自言一语 可知众人于死地 十几个面目猛恶的 藩军瞪着 谁敢质疑 就连他一向 看着不顺眼的吴魁 也只能站在一边 在心里咬牙切齿 两人过去 因争买一匹 河西好马 而结下仇怨 最后王文亮 靠着在 韩将耳边的 一句小话 就把整个 广瑞军的战马 全都夺了过来 将旧日的怨恨 以千倍返还 你是有本事 但上面没人呢 王文亮 气焰万丈 怎么样 任你再英雄 也有韩宣府 在俺背后撑着 在关西 谁能比当朝首相 陕西宣府更大的 可偏偏有人 硬咬落他的脸面 本官倒不觉得 你有这能耐 平和中 透着如屋外风雪 一般冰寒冷意的 一句话 煞时将厅中冻结 本官 听见韩刚 如此自称 除了和四 小九两人早有所料 其他几人都大为吃惊 郭奎瞪大了眼睛 前面在韩刚面前 耍九风的君汉 更是浑身九意 化作了冷汉 从八万四千个毛孔中 层层的冒了出来 而王文亮 则是一点一点的 转过身 寻声望去 就见着一个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淡然的坐在厅中的一角 那个角落 并不只是他一个人 但神色从容 风仪自韵的气质 却能让人完全忽略掉了 他身边的甲乙丙丁 目光只会集中在 他一个人的身上 韩刚 他为官日久 平日里一气之时 又是酒精磨练 报读诗书 气势自不同于繁庸之辈 虽然没有穿着功服 但的确是个官人的模样 只不过还是有人不长眼 王文亮的一个手下 冲前了一步 指着韩刚 你是哪里来的错大 干 王文亮抬起手拦住手下 如蛇一般的阴冷眼神 盯着韩刚 一个字一个字的问着 你是何人 欺压善良 蒙蔽上官 狂辈妄言 目无王法 韩刚 曲起手指 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桌子 一句一句地抱着 王文亮的罪名 他抬起眼 盯着 得了韩将 亲眼的凡人 王文亮 你就这么回报 韩宣府对你的看重 王文亮仰天 哈哈大笑起来 本官堂堂革门之后 在韩丞相面前 听候使唤 截至一众藩军 位高权重 岂是你这小儿 污蔑得了的 只是在他的笑声中 听得这年轻人 轻轻说着 不论在关西 还是东京 我韩刚的话 还是有人信的 刚刚爆出自己的姓名 王文亮笑声一顿 人群中也或高或低地 接连传出几声惊呼 是韩记 是要王孙真人的弟子 带兵打了两次大劫的韩刚 破家绝死的韩玉坤 虽然其中混了让人无法复之一笑的一句话 但无论王文亮还是吴魁 却全都变了颜色 人的名 树的影 韩刚在秦州折腾了一年多 几次编地大劫 几次人世变幻 背后都少不了韩刚的身影 他这个名字 至少在关西的官场上 已经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陕西的官员虽多 但能威名远播的屈指可数 要么至少是精略相公一级的显幻 要么是九历战士的老将 又或是最近屡历战功的名臣 眼下能例外的就只有韩刚一人 据王文亮所知 连韩将 丛恶 赵谢的嘴里都提过这个名字 而吴魁也是听说 在庆州的白虎节堂中看到的心智沙盘 就是由眼前这个年轻人所发明 何四一开始看韩刚 觉得他太年轻 官品不可能高 但现在韩刚的身份暴露 官品的确不高 但地位和名望却是一等一的 他紧张的开始回想韩刚进来后 他有没有失礼的地方 深怕得罪了这个有名的官人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韩玉坤 你好好的远边安抚司不带 好端端的从秦峰路跑来关中 到底是为了什么 王文亮终究不敢再放狂言 只能把官微收起来 拿门户之别来堵韩刚的嘴 虽然说的理直气壮 但面前这个从任何地方让人看不顺眼的年轻人 他仅仅是静静的坐着 眼神沉甸甸的挤进千军 就已经翻江倒海的 把王文亮心中的虚切全都翻了出来 更无力去怀疑韩刚的身份 韩刚盯着王文亮 韩刚虽是在秦凤任官 管不到陕西宣府司中 但王格直方才说的那番话 韩刚却不能听之任之 本官一时口误 当回到韩宣府那里自请责罚 韩继仪 你看这样如何 王文亮双眼轻轻眯了起来 微垂下来的眼瞼 遮不住眼神里透出的胸膜 韩刚向来感应敏锐 见到王文亮的样子 他心中一动 心道 这死该不会想铤而走险吧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李信有意无意的侧了侧身子 右手也搭到了放着刀的桌上 随时可以抽出刀 挡在韩刚身前 韩刚眼神深沉起来 既然不仅仅是自己有这种感觉 那就绝不会是错觉 他将视线低垂 却见王文亮露在外面的双手 正半握着 清晶根根凸起 看起来虽然尚在犹豫间 但怕是转眼就要发作了 不能再等 他摇头一探 突然上前几步 把王文亮扯住 趁他惊讶的 尚未反应过来 就声拉硬拽着他 到了自己的桌边坐下 招呼了吴魁坐过来 韩刚又朝李信使了个眼色 李信与韩刚甚有默契 也扯过一张凳子坐了下来 三人前后 三面一堵 把王文亮硬是挤在了里面 紧贴着整整两桌广瑞军君族 被十几堂大汉围在中央 王文亮一张黑脸 煞食变白了 方才他还想着灭口 现在是人在虎口 反而是他 他现在依稀想起 也就是方才有人叫出声的 韩刚好像还有一个外号 破家绝四 韩刚却是笑得温可 仿佛老友一般 左右拉着王文亮和吴魁的手 同聊不和 那是常有的事 一时气话也不能当真 知错就改 善莫大言 既然是王阁直的口误而已 也不必闹到韩相公那里去 伤了人情 都是同朝为官 有何深仇大怨无法化解 阁直和都瑜何必为此耿耿于怀啊 韩刚倒了两杯酒 分别放在两人的面前 且尽此杯 一笑敏去旧日恩宠 韩刚逼着两人把酒喝了 一杯酒下肚 又向两人介绍起自己的亲友身份 这位是在下表兄 今次得见入京 正要去三班院挂个名字 李信 李信指了指自己 两个字就结束了自我介绍 韩刚看着李信的处理方法 不由地苦笑起来 此事非是怠慢 实在是我这表兄不爱多话 韩刚声音委婉平革的 就像是在跟朋友聊天 说了几句 他回过头 提声换了一声 店家 叫来了点头哈腰的和四 韩刚也不说话 只把眼睛往王文亮的一众手下们身上一扫 老于事故的和四顿时心领神会 连忙小跑过去 低声下气的向其他客人告罪 给十几个帆兵安排下了座位 其实不用和四来碾人起来 几十个商人中 没有一个想留在大厅里 纵然现在风雪漫天 但仍至少有三分之一 选择了冒雪上路 其他人也被小九带着躲到了里面去了 这一票人在江湖上奔波多年 因为身份的缘故 见识的人物多不胜数 眼力实践接过常人 王文亮方才动了杀机 有不少人都感觉到了 有了这个认识 再看韩刚把王文亮和吴奎 两个明显有仇的对手 硬拉着坐在了一张桌上 不知什么时候 这里就会化为修罗场 暴风雪纵然可怕 但待在这间小客店里 也是一样的危险 许多人心里都在想着 大不了再走十里八里 不信找不到一间 能让人安心住下的地方 屋外传来风雪交加之外的声音 没有王文亮亲口下令 他手下的藩人 不会聪明到拦截跑掉的商人 可王文亮现在怎么下令呢 而且杀人灭口的盘算还没有启动 就被韩刚扼杀在萌芽阶段 使得他更是坐卧不宁 刚才您听到的是 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166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167集 《载之天下》第167集